再来做一些简单的问题 他说哪一种物品是属于费力的杠杆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开灌器 也看过了起钉杆 也看过了材质刀 我们在前面讲解的时候 有出现过镊子 你就知道镊子是一个费力的工具 因为你夹在中间 尾巴的地方是支点 夹东西的地方是抗力 所以它的施力在中间 所以施力比一定比较小 所以它是一个费力的工具 刚才的演示时候 已经看过开灌器起钉杆 材质刀都是省力的工具 讲过就是简单小问题 问你谁省力谁费力 所以这些这里谁是省力的杠杆 罗斯起子其实比较像我们等一下要交的轮轴 不过你应该可以想象到它应该是哪一种状况 来大帅哥 大帅哥是吗 大帅哥三四号有吗 没有 有三四号新同学起立 C啦 多少 猪 C 一跟四 请坐 筷子刚刚讲过是费力的 面包夹前面举例过也是费力的 拔丁器刚刚看过是省力的 罗赖把也是省力的 但它比较像我们等一下要交的轮轴 轮轴省力的所以一是 然后这里就是要请问你谁可以完全抵消力矩 因为我们这里的杠杆原理也是用到力矩 所以我再让你算一算力矩 这其实用猜的就可以猜出来了 不见得一定要实际算 力量三跟力量四一样大 但是一个距离长一个距离短 力量二跟二的力量比较小 一个距离长一个 那谁可能会互相抵消 当然就是小乘到一等于大乘小嘛 你就会看得出来谁了 不见得一定要好好算 那如果你好好算就是一个去算 力矩要抵消必须要方向的相反 F1跟F2是顺时中力矩 F3跟F4逆时中力矩 所以一定是一二跟三四抵消 但是小乘大要等于大乘小 所以呢你就知道 你的力币比较大的力量就要比较小 力币比较小的力量就要比较大 所以F1跟F4的力币比较小 力量就要比较大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要这样子就抵消 那你确确实实的算 就算出来对两个一样大 就表示抵消了 所以可以用想的就知道答案 也可以确确实实的把它算出来 然后知道谁跟谁相等 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杠杆就是用到力矩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力矩 就是再做一次力矩 恰好可以矩起来 刚刚好可以举起来 力矩刚刚好一样 那请问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个一公尺一个三公尺 妹妹要吃多大力才能够把60公斤的妈妈举起来 很简单小问题 很简单的小问题 现在要换大美女是吗 大美女叫做 男朋友 他已经不在了 一号不在了 十号 十号 二十 二十请坐下 就是杠杆原理叫做 施力币乘以施力等于 抗力币乘以抗力 施力币要三公尺 施力不知道 抗力币要一公尺 抗力要六尺 往里面塞 答案就出来了 二十公斤重 谁需要下压二十公斤重 就解决了 简单小问题 可以吗 很好 来 我们前面教过 礼法师的剪刀 丙短刃长 修剪画木的剪刀 丙长刃短 请问你 这到底有什么作用的不同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请问大帅哥 你要讲 你起来讲 巧克力 那个短饼长刃是因为他那个 就是施力币跟那个 另外一个 然后 施力币是比较短 所以他比较费力 然后省时 然后另外一个刚才想法比较费 但是比较省力 请坐 我们剪头发的时候 我们剪头发的时候希望剪快一点 一下剪多点头发 所以呢 我们的刃就长 可是会费力 不过还好我剪是头发 不会太费力 OK的 OK的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我剪花木的时候 速就已经很硬了 所以我需要省力 省力 所以呢 我刃很短 柄很长 可是柄很长 就是我要打开好大一点 好大 然后再夹 再剪掉一点点 所以会费时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省到力 因为花木比较硬 花木比较硬 所以我就会要这样子 所以一个是为了 一个是为了要能够 省时 一个是为了要能够省力 这就是我们他不同的地方